一叠纸加两个小木板 拿在手里可翻出数十种不同的造型 这就是纸翻花的魅力 对于不少七零后八零后来讲 纸翻花代表着儿时的记忆 随着时代的变迁 纸翻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福州 有位名叫郭远峰的年轻人 正在致力将纸翻花代代传承 用手一拉 一顿一插 往后一倒彩虹桥 中指一顶石拱桥 然后对折翻 翻这变 这个叫八宝扇 扇子花 用手弹 孔雀开瓶石柳花 用手转叫做海棠花 然后摇着变叫做喇叭花 抖着变叫做马兰花 甩着变叫做魔雀花 下来峨眉末盘花 然后前后一摇左右一抖 打开来老虎大张口 用手翻 扭一扭 压住白的 翻出红的 这个叫做狮子大张口 往下一摸摸下去 摸着变 往下一拉 拉着就变 这个就叫三寸金莲 玲珑绣花 顿起来还能变 这个叫小翻船 用手把它戳开来 前面戳 下面戳 戳完了之后 往下一顿倒着 就变 这个叫做晒龙船 嘴上念念有词 手上变化无穷 弹一弹 转一转 摇摇抖抖 花中变花 眼前郭远峰向记者展示着脂肪花 记忆的精髓 当手技巧和配套灌口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 就是13岁的男童呢 就必须要开始下生产线去实习 那那时候呢 我还在读书 每年暑假 寒假的父亲呢 就要顿出我们 要下生产线去学习 那时候就觉得说很枯燥乏味 但是现在想起来呢 父亲那时候逼我们去学育的 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 比较传统的一些手工艺 郭世家族是福州的脂肪花 手艺世家 郭远峰是该记忆的第16代传承人 他的父亲郭亭匡 经营工艺美术厂长达20余年 主要产品便是脂肪花 郭远峰回忆到 当时父亲时常独自在房间里 查看花卉书籍 为芳花起名 并研究当手把玩技巧 花的名字这个罐口 像这个八宝山子花 孔雀石柳花 这个海棠机关花 双生喇叭花 这些都是从1984年流传至今 一直都有在的 脂肪花的制作过程 看似简单 实则防锁 在原材料的选择 制作技艺及工序 等多个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硬将 招切 招揽 粘贴是脂肪花制作的四大步骤 硬将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 和手部的力量 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 它运用不到位的话 它所出来的这个槽 就没有这么均一 就不美观 那这个招切 是要讲究 就是手眼要合一 这样招出来的这个花形 它才会一致 照染这一块 讲究的就是 这两个手指的力量 两个手指的力量 它染出来的这个色 是要讲究线条均一 那粘贴的注意事项 就是要花胚再粘贴在这个封面上的这个准确度 非常重要 如果不准确的话 它翻出来也不好看 就是变化也会产生影响 如何让年轻人喜欢剩脂肪花 近段时间来 郭远峰一直在思考 除了在样式上进行改造 他还考虑将脂肪花应用到文创产品中 多领域的推广 此外 郭远峰告诉记者 未来他也将尝试用再生纸作为原料 以此践行环保理念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 你像我们 这个产品呢 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 它是用芳花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呢 做出了一个天堂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技术呢 其实来说我们还有更多的领域 可以去开发 郭远峰坦言 现在能做纸芳花的艺人越来越少 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 目前 他也正在与福州的一些中小学校联系 希望能将纸芳花带进课堂 让更多孩子了解这一记忆 此外 郭远峰还与福州市长连等单位沟通 开展技术培训 为特殊人群提供就业的机会 让我们的下一代 自己亲自去自助 他的感触就更深 那在自助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印象才会更深 这样的话达到一个传承的一个目的 再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去开止善业 好的